这一品是第五品 叫地狱名号品 说明地狱有什么名字 什么名号的 什么叫地狱呢 地狱是谁造成的呢 人间有监狱 地府里就是阴间 也有监狱 可是人间的监狱 是政府先造好 给犯罪人预备的 地狱的监狱 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 不是这样 不是像人间的监狱 预先造好在那地方 等人犯了罪 就把它捐到监狱里 地狱这个监狱 只是有名而无形 这个名目是有 而地狱的形象是没有的 要等着你到地狱受罪的时候 才有这个形象献出来 也就是你造神妖罪业 地狱就献出来一个什么监狱 这种监狱并不是人造的 也不是鬼造的 而是自己的业力所造成的 你造出来什么样的业力 就有一个什么样的监狱在阴私 阴私又叫阴间 为什么叫阴间呢 因为它没有日 月光总是黑暗的 所以叫阴间 而造什么罪业 在这阴间 就献出一个什么地狱来 这一种情形是非常巧妙 非常不可思议的 这也就是你所造的罪业 聚集到一起所成就的地狱 所以地狱只有名号 而没有实体 要等到你去受罪的时候 这个地狱才献出来 所以 这是非常微妙 非常不可思议的 尔时普贤菩萨摩合萨白 地藏菩萨言 仁者 愿为天龙四众 即未来现在一切众生 说缩破世界 即严福提罪苦众生 所受暴处 地狱名号 即恶暴等事 使未来是末法众生 知识果报 耳时 当耳之时 普贤菩萨 谁都知道这位普贤菩萨吧 他骑着一只六牙白象 他的行力最大 所以称大型普贤菩萨 摩合萨 这一位大菩萨 白地藏菩萨言 对地藏菩萨就说了 仁者 这仁者 也就是菩萨的一个别名 愿为天龙四众 我愿意请你为现在的天龙 即四众 比丘 比丘尼 幽婆塞幽婆仪 即未来现在一切众生 和这个未来 以及现在的一切众生 说娑婆世界 说一说娑婆 这个堪忍的世界 即炎附体和南炎附体 这些罪苦众生 所有造罪而受苦的这一些众生 所受报处 他们造什么罪业 就应该到受什么果报的地方 地狱名号 这些地狱的名号 即恶暴等事 和这种受恶果报的事情 使未来是 使令将来的这个世界 末法众生 末法的众生 知识果报 知道地狱这种果报的厉害问题 地藏答言 仁者 我今成佛为神 即大师之力 略说地狱名号 即最宝恶报之事 仁者 严福提东方有山 好约铁围 其山黑碎 无日月光 有大地狱 好即无鉴 又有地狱 明大阿比 富有地狱 明月四角 富有地狱 明月飞刀 地藏答言 地藏菩萨听到普贤菩萨这样请问 所以就答复普贤菩萨说 仁者 说有人爱的这个人 你是一个大慈悲的人 我今成佛为神 我现在成借着佛的威德神通 即大师之力 和大事 仁者 你的力量 略说地狱名号 我略略地说一说 这地狱的名号 即最宝恶报之事 他们造什么罪业 就说什么果报 以前造恶 现在就受恶报 做善事 就受善报 而在地狱里 都是受恶报的这些事情 仁者 地藏菩萨又叫了一声仁者 说严福提东方有山 在这南严福提的东方 有一座大山 这山号约铁围 这座山是铁围山 铁是黑色的 这表示黑暗无光 其山黑碎 这座山黑咚咚的 就像在洞里面似的 无日月光 这个地方 日月所不能照到 没有日月光 有大地狱 在那个地方 有一个最大的地狱 好级无间 这个地狱是最大的 也是最高的 叫级无间 无间也就是前面所讲的地狱 有五种的无间 又有地狱 名大阿比 阿比是梵语 翻译成中文 叫无间 前面那个叫级无间 这个就叫无间 富有地狱 又有一个地狱 名曰四角 这个地狱的名字就叫四角 也可以说 这个地狱是四方的 有东南西北四方 也可以说 这个地狱里 有四个好像牛角似的 人到这个地狱里 就受这种角触碰 死了又生 生了又死 富有地狱 名曰飞刀 又有一个地狱 叫飞刀地狱 人在这儿 也不知从什么地方 就飞来一把刀 或者把头斩下来 或者把手给斩下来 或者把身上的肉给割破了 流很多血 或者就把你刺死了 刺的身上也痛 腿也痛 猪身都痛 痛完了 刚不痛 这个飞刀又来刺 所以 痛了又痛 痛了又痛 这叫飞刀地狱 这种地狱 也是最苦的